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比利巴拿讀聖經 繼續看《薩母義記》第五章 上回說到終於大維成為了王 不僅僅是他本家的支派又大 而是十二個支派都告納他做王 然後他也征服了耶布斯 之後改名為耶路撒冷的城 將他成為了首都 自古以來耶布斯這個地方 都不是以色列人的統治 是外邦人的地方 但是自從大維獲取了他之後 改名為耶路撒冷 成為了大維的城 於是到今天為止 自古以來這個地方 都是聖城 都是特別蒙神 眷顧 又或者特別風雨多的地方 繼續 move on 看看 神如何繼續祝福他 又或者透過他 祝福以色列國 不斷的強大和震興 推羅王希蘭 將香柏木運去送給大維 由猜派使者 帶同木匠石匠去建大維 為他建造宮殿 有很多貿易上的協議 如果繼續看索羅門時代 更加具體 如何計算都好 這樣就建立宮殿 那蘇羅王當年 在基比亞 他自己變亞敏的勢力範圍 都應該有一個 OK的宮殿 但是看考古的證據 就不是那麼多的發現 反而大衛城 大衛的宮殿 就會多些細緻的描述 雖然雖然 歷史上大衛王 始終都有點像 King Arthur 就是Legendary的人物 真是有考究的 去到索羅門王 怎樣計算都好 這樣就建立宮殿 某程度上都代表了 代表了一個的和平和安穩 和勢力的象徵 於是 大衛就知道 主真是要立他做以色列王 又為了要賜福給他的選民以色列 而使他的國家興旺 很有趣 你自己建一間屋後 就能夠明白 神真是立我做王 神真是叫以色列興旺 等於我們花很多錢 去買樓 或者買一輛靚車 之後 需要不需要還 那些交易 公道氣減 這是另一回事 但我心就安定了 我就知道神捐顧我了 我自己覺得 你可以說是yes 但同一時間也可以說是selffulfill的prophecy 哈哈 大衛離開希伯倫 在耶路撒冷又選立妃嬪 生了更多子女 以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殺的兒子 數下多少個 沙姆亞 索巴 拿丹 索羅門 益核 以利孫尼 尼菲 雅菲亞 以利沙馬 以利亞大 以利法列 十一個人 這次真的是足球隊 很厲害 如果你記得的話 在第三章說過 他就生了六個胎 這裏就生了十一個 幾乎幾乎double 我不知道 是不是應該double 十二個 唯一 omit 就是和巴士巴 真的 怎麼說 不是亂 就是通姦 那時候生了一個 究竟是否在這十一個 還是additional 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additional 那就是12個 比起希伯倫的時候 剛剛好double 同一時間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充滿了一種玩味 在當中 因為 十一個 代表了的 是不完全的意思 當然這個純粹是我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菲利士人聽見大衛被高納維爾式列王 就全軍出動想捉拿他 很有趣 你之前幾年一直在吃花生 現在才來行動 那你核綁雙爭 愚人得利 就要在雙爭的時候 你才可以得利 然後兩邊一起 哇 任職招 任職招 你自己現在才衝出來 真的衝出來 真的衝出來 是不是 有少少像我看這個 Law of the Ring 之後那套 即是前傳 The Hobbit 那套戲 那些怪獸人 即是兩班精靈和矮人打的時候 本來打到七彩的時候 你就出來 打完的時候 誰贏了 再出來 又已經沒有太大意思了 他不是 他是兩班人打到很悶悶悶的時候 應該是剛剛開打 然後他衝出來 結果被兩班一起合作 就這樣打低 你說是不是愚蠢 這樣 這個呢 On the other hand 非利是人都是愚蠢 但anyway 大衛得到消息 退了入城 非利是人殺到 佈滿整個利罰陰谷 大衛就求問著 我可以去打他們嗎 你會將他們交給我嗎 主就說 你儘管去 我一定會將他們交給你 那時候大衛已經退了保障 這個時間應該是 他在耶布斯或耶路薩蘭 這個地方 站穩陣腳之後 即使非利是人有戰車都好 相對來說 攻城就難一點 大衛再一次求問神 神就答應他 我交給他 大衛去到巴力皮拉森 在那裏殺敗非利是人 大衛說 這個是主的作為 他好像路朝一樣 為我衝嵌受敵 所以那個地方 就叫做巴力皮拉森 即是衝嵌他們的神的意思 非利是人把他們的神像 丟在那裏 大衛和他的軍隊拿走了 多謝 這裡有個有趣的地方 雖然大衛打贏仗 但是改了這個地方的名字 就是神冲嵌他們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翻譯 就是巴力皮拉森 巴力不是偶像的意思 如果你正確翻譯這個欺巴來文 巴力 其實純粹是解主的意思 所以主,衝嵌他們是 make sense 後來因何西亞書將巴力和神分割 之後的人不會再講巴力這個字 只會講其他字來代表神 將偶像和神分割出來 即是如果你說煮呀煮呀煮呀煮得太濫的時候 你特別用多另一個字來代表 不會每個人都陳康立調的字 什麼感動10億人那些無聊的東西 這樣就講得太多了 你沒理由越來越感動感動再感動 即是沒有意思的 有少少這樣的意思 如果你看譬如伊斯波切這個名字 本來應該是伊斯巴力的 他改改了波切 這個也是其中一些事後 因為怕將兩樣東西混淆 而來改變的一些例子 但是在大衛時代其實是混淆 together 不會將耶和華巴力 大家都是視為主的 不要撈亂 但同一時間 21節的時候 當菲利斯人拋棄了偶像 大衛跟跟隨的人就裸鬼了 我相信他不是用來供奉 純粹是覺得姚華神征服了對方 不單止征服了對方 對方的神也不屈服在大衛所信的姚華神之下 又或者也不幫到對方 有兩個意思 至於是否應該拿來做戰利品 還是好像現在環教會裏面的推薦 當你有任何偶像類似的東西 應該扔掉它 或者是燒毀了它 就另一種治療 在這個聖經裏面 這個生命記的提示裏面 似乎是偏向你 一是就扔掉它 燒了它 或者埋了它 即使你是去到 譬如獵王記的時候 有很多的王 他們拜偶像 都是扔去耶路撒冷 旁邊的恩喪子谷裏面 燒了 於是傳統也有另一個 就是當你用火來燒那些東西 偶像的時候 即是地獄之火 實際上正確的翻譯就是 恩喪子谷的火 我們現在不會明白 所以它又改了 好像巴力一樣 改了為地獄之火 實際上就是一個傳統 用來將神不喜歡的東西 不要的東西 來燒毀了 這個也可以貼切地形容 我們understanding地獄的狀況 Anyway 打贏了一場仗 然後又如何呢 後來菲利士人捲土重來 佈滿整個利弗陰谷 大衛又求民主 主吩咐他 你不要正面上去 你才抱他在後面 再由桑林穿出去 擊殺他們 一旦你聽見 桑樹樹梢發出腳步聲 就馬上進攻 因為這個信號 表示我已經為你們開路 而你一定能夠殺滅菲利士軍隊 大衛就照著主的指示去了 由加巴一直殺到基色 大殺菲利士人 基本上這兩場戰爭 就奠定了 菲利士人 一開始的時候 即是打贏了蘇羅 這樣就奠定了以色列中部很多地方 但是經過了這兩場戰役之後 就反過來給大衛統治 或者是附容了他 或者沒有再有更強的戰鬥力 來跟以色列對抗 某程度上 你也可以說是回復蘇羅當時的狀態 甚至乎是相對來說更強盛 雖然聖經裡面沒有細節來講 所以總結第五章的時候 你會發覺是整個大衛的狀強 那個實際的表現 第一就是他統一了十二支派 十二支派都 agree 他是大佬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那個年份上面 說了他是在位了四十年 跟著完之後就是 這個大衛的保障 而奧薩朗都來去concreate 跟著完之後 就當然不少得的 就是他的宮殿來建成 按據樂業 樂業之餘 當然要生龜根 要生多些子孫出來 又爆多十一個塞豆洞 加起來就有十七個人 那麼多 但是究竟是否同一班妃嬤所生呢 就不知道了 他說明是採納多些妃嬤 以至到呢 以至到呢 以至到如果 照個order來講呢 可能呢 就不是他第八個老婆都未頂 可能呢 就是第九第十都未頂 雖然聖經沒有很細節地交代 最後呢 最後呢 他就是連這個菲利時人 不僅僅是以色列人 承認他做大哥 就是你自己在那裏 說到自己幾威無用的 你在對外的時候 就真是指老虎 門口狗 你吃屎吧 這樣呢 菲利時人都被他打爆的時候 就真真正正的 就是真是壯大 和吐氣揚眉 整段經文就是講這一點 就是你最後最後 你也可以去思想兩樣東西 神的同在 我們講很多的了 但是呢 這裏見機的是這個 對付所謂的仇敵 對付外敵 你也可以包含了殺人 戰爭 各方面的東西 傳統來說 基督教有兩種很極端的解釋方法 第一種就是 神保守他 然後突爆那幫人 那幫人活該死的 那之前 早前 信仰百川也有講十點 來去challenge 傳統基督教這些講法 值得你們去看看 但是呢 那個articles 就好像沒有交代 那究竟為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照以前突爆人的方式 以前一個戰爭 不斷透過戰爭去解決問題的 一個理解方式來解釋 未必可以每次都把 以色列人道德高上一點 其他人衰格一點的 就是這樣來解釋 which is I totally agree 另外一件事就是 搬龍門 當我們嘗試去apply這些經文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看那些 什麼鬼對方是衰衰 或者是戰爭的場景 各方面 我們就可以完全套過來 運用在我們一切的東西上 買樓 神保守我 我找工作 神保守我 如有神助同在 各方面的時候 就好像保守大衛一樣 其實某程度上 有一種精神分裂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究竟可以純粹解釋 你整個世界都是這麼邪惡 然後你怎樣去征服 那個世界的不義 邪惡 什麼事情 還是可以任你解釋 作為你封條與順 要封一封得封的情況 還不要計算 大衛的時代 整個國家 不是單單是一個個人的事件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可以看到 似乎大衛 征服野奧澤蘭 就不見得有 求問過主 但打非理事人的時候 就有求問神 一直到這一刻來講 大衛求問神 你可以說他奧外主 但同一時間 亦都可以說 是他遇到有一些情況 是不知道結果 而或者是有兇險 要take risk的時候 他才去求問神 所以那個愛主程度 其實都要用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不是爆愛主 而是當你遇到 咦? 可能未必有好處 我應該要求問主 你看回官府大衛的人生 以至到 今次他真的 奠定了王的地位 和強盛的時候 其實 如果你強硬說 要apply的時候 就是 為什麼大衛人時間 我們不會apply 在我們投資股票 賺到銷 你都不敢說 神與一同在 像大衛一樣 我現在真的有錢 比李嘉誠 這樣說 你不會這樣說 但在教會裡面的 芝麻獨九事奉 你又會這樣 派 或者在你找工作 各方面的時候 你又不覺得不索寧 這些都是一些 application裡面的 值得 question 和思考的地方 所以 去回一段經文的時候 看回那個改變 可能會穩陣很多 Anyway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歡迎like subscribe share Bilibara Talk